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了一下 就是在7D的终端使用testact来识别图像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再来讲一下 就是在代码当中 如何使用testact来识别我们图像 因为我们在写爬虫的时候 很多时候的话不可能我们自己拿到图片 自己让它去识别 这样的话是没有意义的 对吧 我们肯定是让代码能够自己识别 这样的话才比较有意思 对吧 才比较兴奋一点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手机的话先来看一下 在代码当中使用testact来识别图像需要哪些东西 第一个东西的话就是你需要安装一个东西 因为用我们python去操作testact的话 你得通过一个这样的东西去操作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就叫做什么呢 pytestact安装的话也是非常简单 就是通通过这个pipe installpytestact就可以安装好了 好 安装完了以后 按道理讲的话 你安装完这个pytestact以后 它这个pil这个东西应该也是已经安装好的 那么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你pipe list看一下 如果没有安装的话 那么你通过pipe install pil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安装 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安装 好 因为我们后期的话会需要用的一个这个里面的一个秘密纸的这个东西 其实这个pytestact这个东西它也依赖于这个pil 说的话其实你安装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应该也是会安装 假如没安装 那么你就通过这个东西先安装一下 好 那么下面的话 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就是说如此之代码当中 使用这个pytestact来操作这个testact 手机的话先来导入这个东西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使用这个 从这个pr这个poor当中导入image这个对象 导入这个image这个类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们再给它指定 指定这个什么呢 testact它所在的那个位置 就是给它指定那个testact.ese这个文件所在的那个位置 好吧 好 指定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就用image.open来打开一个这样的图片 打开这个图片 好 打开这个图片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使用这个什么呢 pytestact它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方法 就是image to street 是不是看这个方法 你就知道是什么名字 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吧 他这个方法的作用 就是将一张图片转化成那个字张 对 好 那么在这个里面 我们再使用什么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叫做image 就是刚刚这个地方创建好的这个image 你再把这个image传进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真的文本 这个文本就是从这个图片里面来识别出来的这个文本 好吧 好 接下来这个地方再来挡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完讲解完这个代码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这个代码当中来跟大家去写一下 好 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派上门 这里面我新建好了一个项目 叫做testact demo的一个人的项目 然后的话新建的一个文件叫做demo1.py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当中来跟大家讲啊 好 手机的话把下文的东西把它给导入一下啊 import了下这个什么呢 pytestact 然后接下来的话还要导入从那个pil户来导入这个image啊 from fro m from这个pil啊 import了下这个什么呢 image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还要给他指定这个什么呢 这个testact 他所在的那个路径好吧 就是pytestact.py dsssseicd.testact cmd 等于这个东西 等于这个路径啊 好 这里面我们把那个路径把它给拿过来啊 这个路径在 呃 地盘对吧 然后是那个 嗯 嗯 对应成app 然后是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这个里面啊 好 可能叫c 可能叫b 注意哈 这个地方的话 呃 需要什么呢 后面的话还需要给一个就是具体的那个文件名啊 具体这个文件名是不是叫做testact.ese啊 对吧 好 这里面还需要加一个啊 dst test dss ssecta dss dss sd sse啊 好 只要完这个东西以后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从本地去打开一张图片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去打开a.pngg这个图片啊 那么我们需要使用这个pl当中的这个image啊 那么这地方就是image等于这个什么等于这个image啊 然后我会传的是这个a.png 呃看一下啊 不是啊image的open啊 啊image的open啊不是那个那个啊 image的话它是一个呃一个模块啊 好那么这地方是那个呃打开a.png对吧 好拿到这个image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使用这个啊pytesteditor来啊 调用那个啊image to stream方法 把这个image传进去啊 pytesteditor.image to stream啊 然后把这个image传进去啊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把这个图片里面的那个文本把它给识别出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接收这个文本啊 接受完这个文本 接下来我们再来打按下这个文本 可能再次保存一下啊 右键我们再来指示一下我们这个代码啊 好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里面啊 他这个呃文字就已经识别出来了啊 就已经识别出来啊 呃来看一下啊 在币忙 然后是vip cost里面啊 然后是这个codes里面 然后是呃爬仇里面 然后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里面啊 我们来看一下a.png追它是什么东西啊 那这个其实也是事情我们 呃在命令行当中识别出了一个这样的图片啊 是不是里面的识别出的东西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在quick bro fox jumps对吧 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就跟你在中端啊 那种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是识别出这个英文 对吧 识别出这个英文 那么如果你想要去识别这个中文该怎么办呢 那么在我们的那个中端的话 你是可以通过这个干l参数的给他指定这个 训令的数据集对吧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也有另外一个参数叫做laylnj啊 这个里面的话 你也可以给他指定那个 你也可以给他指定那个语言啊 给他指定这个语言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 是让他去识别那个英文啊 识别那个中文 那么的话我们就是chi啊 chi 要是sm啊 chi 我记得是这样 我来看一下啊 嗯 来看一下啊 chi sm对吧 times simple的这个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 这个地方 那我们再来让他识别下这张c点拼锥吧 c点拼锥里面的话是一个中文啊 是一个中文吧 那么我们也是让他来识别下啊 这个就叫做c点拼锥啊 保存下 再来运气下啊 好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是不是就识别的比较准确的 看到没有 小朋友走吧 传滴滴低调试水 外卖业务 有灰超市 对吧 然后腾讯你受让公司5% 股权并增资云上啊 苏宁云上 来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这几个啊 之前好像通过这个明令行的方式的话 是这个超 是这个没有的吧 但是现在通过我们这个代码 还是能够识别出来的 对不对 可能这个也是运气问题啊 这个也有一定的概率性的问题 好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话 是不是就能够把它给识别出来了 不得一模一样的啊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除了他们中间可能存在一些这样的小混合 这个没有关系 对吧 这个没关系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代码当中啊 识别这个啊 图片啊 识别这个图片 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好吧 下几个的话 我们再来跟啊 再来跟大家讲一下啊 就是使用我们这个啊 Test Act啊 这个东西 来做一个这样的爬冲的 来结合我们爬冲 来做一个这样的啊 使这样的案例 好吧 OK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